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太一生水 长空上一片静寂 除了大地中不断地传出轰鸣声来 再没有任何声音 那灭世神光之下不仅城池俱灭 就是大地也军裂出道道沟壑恐怖异常 几名大妖的目光冰冷 一言不发地盯着下方 唐杰等人则是看得触目惊心 在光芒散尽之后 天下第一伤城 不仅人缘尽死 就连城池也在这一击之下 彻底地化作灰飞 成为再也无法助人的荒地 若是几天前 有人跟他们说宋岳阳城会就此消亡 怕是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 但现在不过眨眼就成为现实 翔子也收起了龙威之力 那一段脊椎骨恢复到了罗后神腔 额上的双脚渐渐隐退 恢复了人类之声 死了吗 都死了吗 李懿望着下方喃喃自语道 砰 巨舍轮突然间破裂开来 也不知道是何种材料做成 一旦损毁就化作点点沉浸消散在空中 商一拍那魂天仪顿时发出万道霞光 在空中不断闪现出现诸天星斗 黎说道 商大人 这魂天仪 伤难得的扫去阴沉的脸色 轻轻的点头道 不错 魂天仪终于恢复如初了 他再次一挥手 那天空中不断的推演武道变化的魂天仪 骤然收拢了所有光芒 呼啸而下 落在他的手中 焕然如新 黎的脸上露出落寞的苦涩 牺牲了雨 死了三十余万人 终究是换了魂天仪的心声 也算是值得了 伏的脸上也是一脸的落寞 悲怆不已 说道 戈和雨 陆续逝去 如今只剩下我 义 还有梨 追随在大人左右了 商洞容说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也没有永恒不死的大妖 就是 人活一世 所求的便是 王霸雄徒 只要能问顶世界的巅峰 死再多的人 也是值得的 唐杰的脸上露出 猙獰之色来 脸上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楚和四名五弟脸色凝重 一言不发 他们内心也在挣扎 自己到底是对 还是错 李懿静静的站立在一旁 漠然不语 看不出内心所想 只是凝视着下方那一片死寂的空城 无数的尸体散落期间 怨气直冲上来 让他不觉得有些发冷 翔子突然说道 事情已了 你们的承诺呢 为了施展出持续如此之久的龙威 我可是耗费了最后三块龙金 价值之大 你们也应该知道 商回答道 龙金对于普通舞者来说 价值也许还在龙身秘宝之上 但对于你而言 龙身秘宝是高于一切的存在 他取出遗物 看也不看 就扔了过去 翔子的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急忙上前抓住 往手中一看 立即浑身大震 一股无形的威严 直入他的魂魄 果然是真龙之爪 太好了 翔子仰天肆无忌惮的大笑起来 他取出一把丹药吞下 身体机能飞速的恢复着 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笑意 商先生 你刚才的那件球形玄器 我看着很喜欢 能否借我一关呢 众人都是一愣 全部都沉下了脸色 冷冷的盯着他 商眯着眼睛 淡淡的说道 翔子 你想打我魂天仪的主意 你疯了吧 翔子嘴角上扬笑道 原本是无意的 但是你这魂天仪 我越看越像是盛气啊 很想赌一把 哦 伤眉头一挑 冷冷的说道 你觉得你能打赢我们 亦或者说 就靠你那招真龙叹息 没有龙晶的支持 你能施展多久 或者说 你还有龙晶 翔子笑道 龙晶是真美了 但你给我的龙身秘宝 我很想试试它的威力 唐杰弩道 翔子 你疯了吧 你不过是有四件龙身秘宝而已 莫非你以为你能变化出真龙 不做死就不会死 看来这句话要再一次的验证了 翔子讥讽的哼道 你这连自己族人都能出卖的无耻之徒 有何脸面跟我说话 不过一跳狼小丑罢了 你 改死 楚长老 给我杀了他 唐杰怒吓道 刚才的龙威之力 让他对翔子有了极大的忌惮之心 自己不敢上前 楚长老一皱眉头 还是遵命的冲了上去 以他看来 翔子即便再强 若是没有龙威助阵 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凌空一掌就拍了过去 以示翔子的虚实 走狗仙上也罢 就让你们看看龙身秘宝的威力 没多极其一件 那力量可是十倍的增加呀 翔子的气息一变 再次融化起来 那件真龙之爪 立即融入他的体内 一条手臂化作赤黑色 往空中的掌影上一抓而下 碰 楚长老的掌影立即被捏得粉碎 他舒然间脸色大变 一找之后 龙威不减的直震下来 惊得他猛然后退 翔子身上的龙鳞再次浮现 头伸双脚 一手呈黑色之爪 一手握着龙之脊柱的长边 霸气十足的站在空中 大笑道 嘿嘿 这力量无与伦比的强大 四件龙身秘宝 虽然无法变身真龙 却足以让我成就半龙之身 上 我是否有资格 问你借浑天仪一关呢 楚长老大怒 正待要冲上前去 却被伤拦了下来 淡淡的说道 也好 既然你想看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他的右手捏出一个简单的绝印 魂天仪顿时从他的胸口中飞了出来 光芒闪烁之下 浮现出诸天星斗 天空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 翔子握着龙脊长边的手猛然一紧 全身心的戒备起来 虽然那玄气的气息 并没有让他不适 但是自己要面对的 毕竟是传说当中的盛气 其微能也只是传说中听过 不紧张 是不可能的 伤轻轻的一点 说道 星光 坠 漫天繁星 骤然间爆发出强大的光芒 一个个脱离了原来的运动轨迹 开始从天而落 飞袭翔子 星光如雨落下 哼 这就是圣气之威吗 可千万别叫我失望啊 翔子手中的龙边一阵 顿时发出一道惊天的龙吟 逐渐形成一道道圈形 将它围绕在其中 龙形长边上 在不断的吸收四周的灵气 恐怖的气息向外散开 天煞 惊龙边 它大喝一声 龙边 挥洒而出 整个夜空在这一边之下 列成了无数块大大小小的空间 黑龙之力席卷而上 将漫天星光逐一吞噬 伤冷冷的看着 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来 五指一握 轻声的说道 爆 翔子猛然 瞳孔皱缩 骇然的望着那长边上 已经沾满了点点星光 突然闪亮的如同白昼 一股难以匹敌之力 将它的龙气直接截断 轰 龙边在这一刻爆裂开来 急剧缩小 恢复到了罗后长枪的模样 上面不仅灵气尽尸 而且浮现出裂痕 翔子 惊得吸了一口冷气 额头上大颗的冷汗 扇扇而下 龙脊受损 连带它的力量 也呈现出急剧下降之势 骇然之下 猛的提着枪身 就是化作一道光芒 往远处顿去 只留下自嘲的大笑之声传来 呵呵 商先生 太有意思了 我不过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居然也当真了 没见过你这么严肃的人 后会有期 不用送了 伤脸色毫无变化 凌空一点 便将那浑天仪收入体内 整个长空上再次恢复一片清明 楚长老也是一脸的惊恐之色 刚才那翔子随手一抓 威力他也有几分姑娘 想不到如此强大的一边甩出 竟然被浑天仪的一招 就连同玄气一起给破掉了 追啊 为什么不追上杀掉他 唐杰看着翔子逃去的方向 一肚子的怒火 大声的鹤问道 伤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做理会 轻声的说道 一切都结束了 走吧 看着唐杰渐渐发白的脸色 离上前解释道 魂天仪虽然修复了 但以伤大人目前的实力 还无法尽情的操控 刚才那一击 看似随意 却已经是大人绝大部分的力量了 翔子虽然损伤了一宝 但也不是我们能够轻易杀死的 唐杰的脸色 这才慢慢的好看起来 轻声的哼道 原来如此啊 想要恢复到你们以前的实力 也离不开我们四级门 巨大资源的支持 也罢 那翔子迟早要他好看 对了 现在就走 伤蒙那些人死绝了吗 李云霄呢 李毅也是身躯一阵 伤蒙之人的生死他无所谓 但李云霄三个字 却是触动了他的神经 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伤的瞳孔微微一缩 说道 李云霄 进入那空间裂缝 生死由天了 但我看他乃是天命之人 多半是不会死的 说出这话 他自己也是不大相信 但内心却是这般认为的 至于伤蒙那些人 伤往下凝视了一眼 轻轻的笑道 应该还有一些大老鼠在 不过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恐怕难以清扫干净了 什么 他们都没死 唐杰心中大惊 施声道 若是罗英他们都没死 伤蒙的力量还在 我们岂不是非常危险 伤淡然的说道 除了其他伤蒙之人 其余的基本上都死绝了 以四级门的力量 再加上我们 倒也不用害怕什么 你父亲既然选择了 跟我们合作 他一定是有他的想法和底气 你就不用操心了 唐杰的脸色沉了下来 只觉得一肚子的暴力之气 胀得难受